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 省时间 今次有我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沙冷气 3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讲这些B&O Girl的故事就讲得多 他们来说是英国给他们一线的逃生们 可以离开暴政 或者现在这个时代叫特首昏庸 控制和处理第五波 疫情做得不好 弄得民不聊生 这里是一件事 另一个途径就是所谓的加拿大救生艇 如果两者称起来说 加拿大方面是需要你是一个实干派 因为A类就是你要去读书 B女就是要你去到加拿大工作 来申请永居 这次故事的主脚的主人翁 是一个90后自称花名叫四眼仔的黄友 这些黄友不知为什么 绝大部分都是一种心态 他们就觉得 练精学难 或者是不熬得苦 当他们口讲又说什么 感谢英国 感谢加拿大 当自己去到这些地方之后 面面碰壁 又会要求别人 没有搞错 又说救生艇 又说这样那样 不是要放宽多些吗 你不是说要来救我们的吗 为什么这么多限制 这么多制蚤 为什么好像我找工方面又那么辛苦 做得那么惨 又说吃又没一口好吃 记住 人家最多都是说救你 没有说养你 所以这帮人相当之赖皮 然而回到加拿大救生艇 他们会觉得你要救我才行 是不是 不顺境之下 又不愿意付出这个努力 可能又想起其他不同的缩数的话 唯有要用那种叫阿Q精神来克服自己的心魔 这次这件事的主脚都挺搞笑的 又想离开香港 又嫌加拿大救生艇A plan的读书 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比较贵的 也没有意欲要去读书 即使拿起本书都想睡觉 所以就不会用这个形式去移民 即是周身没蚊 但又想学人移民 但又不想努力 哪有这么容易 美好的事 后者就要你在大专毕业之后的五年之内 要满足到全职12个月 或者至少1560小时的检织工作 他说如果B plan的话 你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珍珠奶茶都可以 但他不行 因为他是2016年毕业 所以不够时间 即是你五年内要在加拿大做满12个月 那16年太吻水了 真的不行 但他又去了加拿大 原来他有一个叫三年的工作签证 变成现在两头不到岸 不能够用救生艇的计划 他又搞笑 他之后就在网上看那些YouTuber 分享这些移民资讯的时候 就看到有个叫做快速通道 这种形式叫做移民加拿大的途径 那即是什么呢 我印象中 我记得加探生 当时也说过的就是计算 这个申请人的年龄 学历 语民能力 职业和工作等等的经验 那你达到所需的分数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永居 就去递这个叫做信件 那刚才数到那一串的东西 什么年纪 学历 语民能力 即是怎么样 都是要你努力 年龄就一件事 他90后也不是很大 计算起来也算是不错的 又是那句 想不努而获这帮人 就是觉得我争取民主治 我是抗争者 你们不是说很支持我的吗 为什么会这么难 人人都是这样 是不是 为什么要特别优待你们这帮 引号香港人 那就吵 又说ILS 至少要有6分至6分 1.5分之后 你就要读吧 其实再说一点 6至6.5分之后 如果你让真BC听到一定会笑 因为真BC有教IELS的经验 他会觉得 这个其实都很基本那种 只要肯给心机 做多些联集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的 再不是就报下这帮人 他说计算自己的分数也有400头左右 他说变相到时要留一些时间去看一看 那些分数会不会有升跌 看看会不会不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当然他距离合格的分数 都是还有很远的距离 又在那里给一些借口自己 又说哪个省这样 哪个省那样 又这样那样 什么都在那里吵 最好如果你这么不满意 就接省一点 他之后也有别的plan 很搞笑 待会再说一下 即使总括来说他要在三年里面 找到合乎申请资格的工种 还有要在这份工里面至少做一年 否则就没办法申请这个叫永居 他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冒险 即使你又不够call 又不肯努力 但又想留下 这些人开始在怨天尤人 他说他离开香港之前 就说自己是一家日本公司做project manager 又说自己也有给压力自己 预计来到加拿大三个月里面就会有功了 但当他去到加拿大第二个月 都是in了两家公司 而且第一份in没有第二份in 他说他会觉得很down 他真的意志都消沉 哇不是吧 你这么快就这么down 我亦都试过一天之内收到五封email跟你说 多谢你的申请 但我们决定不考虑你 为什么令他更加失落呢 加上在他的朋友圈 signal telegram 那些什么找工交流区那里 发现很多人说去到加拿大 两个礼拜已经有job offer的工作机会 还说很棒啊 有两至三份工啊 令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选择 哇来到加拿大这么容易有工作的 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啊 不知道见还是留啊 这些究竟他自己幻想出来 还是老了 其实你不知道 你都不懂那个人 基本上都觉得令到自己 哎呀好急啦 都不知道怎么样啊 接着开始又来一些阿Q精神 不是的不是的 千万不要跟人比较 要调整心态 还有期望很重要的 他说好彩啦 大学毕业之后 都足足一年没工作啦 他说变了这方面都有一些经验的 喂大佬 你大学毕业一年没工作 可能都还有家人可以吃他的 住他的 但现在你去到加拿大 你说要救生艇 还要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还要做够那个年资才叫OK 他又开始建议 他说如果香港人出发之前 要两手准备 会不会有第二个plan呢 例如给个时间自己 找不到工作 就走去Aplan 就是要读书 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令个心就踏实一点 他因为当你没工作 又保持着花钱 是会很没安全感和信心的 同时不要困住自己 多些关心朋友 或者出去散步 做运动 令自己更开心 又或者叫大家上去 看看油管 有没有什么黄友的Youtuber的节目 看一些搞笑 开心的 看一些黄友 嘻哈哈 那个人都会开心一点 真的 瘋的 去到还要那么黄 没办法 如果你可以Aplan 我也是建议 老老实实 找一份值得你去学 值得你花钱 花时间去投放下去的学业 而日后可以转化成为在当地加拿大的工作会好一点 哪怕你是学那些什么美容 草物 甚至乎那些什么 园艺也好 调理一下那些龙墓 什么都好 起码到时可以学以致用 很搞笑 四眼仔他终于在好几个月之后 就在加拿大温哥华找到一份 assistant manager做 就是负责商场里面的物业管理 即是里面可能 铺出租 和租客聊聊天 停车场 管一下停车格 那让你找到工作了 那你不是要专心一点去做呢 还是怎样 他说做了几个月都仍然在适应 然后又在怨 哎呀人工不够 只是够我收支平衡 又在怨 你看一看自己照一下镜 没有镜都去过湖边照一下盘水 你先看看自己什么跟两 之前说没有job offer 如果找到一份助理经理在商场管物业 你又嫌三嫌四 又嫌辛苦又嫌浅少 又这种概念 要不要给个官你做 给个经理你做 不要做助理经理 一来做经理 这些人真是好高无远 真是好为眼火爆的 他说 但因为符合到这个叫发出通道的申请要求 唯有一边做着 一边找更加好的工 即使你刚刚坐下几个月 这份工作都没有 你几个月都没有 你过几月 你还要立即 一边做一边 还在想 会不会找 第二份 你总是哪有心机做得好 是吧 然后又说 原来加拿大的那些 李力表要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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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的 又要分两个个向文 又要 key words 又要这样那样 又要写到爆了 若写不爆 别人也不会叫你 回interview 又要读文字 要逐句句质字 多一些机会 原来你之前 你连读个李力表也懒 那该你没功做 这班人很搞笑 他们的决心 连信心给自己都不是很多 好像是小小 我不知道是除了骑牛找马之外 是啥啥啥 还是怎么样 好像觉得每个国家都很欢迎他们 现在又说到很多国家给他们选择 又说究竟去加拿大好 去澳洲好 还是去BNO组加英国好 然后又会问他 你觉得这些移民方式怎么样 他说现在多多的方式给自己试一下也好 有些媒体问他 如果现在在加拿大失败 怎么办 因为他份工而已 但还要其他东西够分才行 即是IELTS炒粉 考极都考不了 考来考去都可以 5.5分怎么办 去来去都去不到6分 唯有要闪人 因为很多人都说 以为说什么说得到 沟通到 就考到 不是这么简单 他说万一达吉利是失败了 在加拿大这段日子 他说还有BNO组加 他说他自己就有BNO的 到时不行的话 如果达吉利是 还可以有BNO签证这件事 那就去英国定居 他说真的不行的 就回香港了 到时窮到窮 没钱了 就回香港了 因为他自己水脚不多 所以连读书都说不够钱 要煮到你便吃 想完一切可行的方法不行 就回香港了 世事难了 所以可以听到这班人做事又没有决心 或者当是一个很长的working holiday 其实不是不行的 当然啦 如果真是什么 那你便回到香港了 那当然 我想可能今集下下 有些人留言 就说一世都没回来 那最好 我见到我们的BNO组加系列的 节目下 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留言 那两看吧 看看他们究竟想不想回 但是呢 如果当我们真的叫做窮到窮 褲都穿了窮的时候 才回到香港呢 人又没有 钱又没有 行为又老土 就是还要说王那些 喂 救命啊 大佬 就是还不反省一下 其实最惨的是什么呢 花了这么多青春 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金钱 还要是被加拿大吸吸光 还有BNO组加 那究竟呢 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呢 变成这个真BC呢 例如好像英国那些 那加拿大呢 究竟能不能够成为加拿大人 能不能够叫定居呢 很多不同的东西 很多变数不同 批语不批呢 其实他们自己呢 心里面都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都是那句呢 叫做主导来才吃 那奉劝一句呢 世上呢 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那就算去到BNO组加的话 那很多最咬咬的 那个呢 都是关于这个叫税那方面的问题 虽然小孩子呢 读书好像就是说 现在看到是不花钱的 但是呢 在其他不同的税务上面 再交的不同的东西 再者呢 好像BNO组加 又说物价上升得很多 又是咬咬咬的那一只 如是者呢 这些呢 都是开支来 都是吸食着你的 那好吧 祝他们好运了 今次呢 加拿大救生艇呢 原来他们去到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真的叫救你的 那么 那个名字我会听的 是不是 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